告慰逝者 珍惜和平 当地时间12月3日 南京大朵沙死难者家庭祭告活动 在清华日军南京大朵沙预览同胞纪念馆 预览者名单墙前举行 两位南京大朵沙幸存者石秀英与昌祥 在家人的搀扶下参加盗链活动 倾诉者生死相割81年的痛楚和相思 记者在佳基的盗链仪式现场看到 南京大朵沙幸存者和后者们依次上香 献花 跪拜 送读济文等 祭奠在81年前的那场浩劫中遇难的亲人 今年91岁的余昌祥老人坐着轮椅 在家人的陪护下参加了佳基活动 据悉 余昌祥老人出生在1927年 清华日军攻占南京时 他们家躲在扫州巷王全胜梁行 下面一个通往长干桥的大管道里避难 他的父亲余毕福被日军杀害 遗体一直没有找到 遇难者名单墙上的名字 成了他祭奠父亲的唯一寄托 今年92岁的石秀英老人 也来到余南者名单墙前 祭奠余南亲人 在眷刻有父亲大哥名字的 余南者名单墙前 石秀英和女儿王秀云 向亲人深深鞠躬 表达哀思 当天南京小庄学院 第一石秀英小学的几十名学生们 也参加了活动 据清华日军南京大陆沙 预览同胞纪念馆工作人员介绍 12月4日 9日 10日 还将继续举办 南京大陆沙死兰者家庭机构活动